为什么说玩三维弹球的人都是坏人 三维弹球背后的剧情竟然如此的狗血 这么多年我们都白玩了 三维弹球不只是个简单的赢积分的游戏 不仅剧情黑暗 背后的开发故事更是狗血到怀疑人生 游戏右下角这个其实就是任务窗口 这个蓝箭头其实就是任务提示 将弹珠打入相应的位置 便可接收任务获得经验 蓝色的一圈相当于经验值 攒满一圈便会升一阵 亮起一个小黄灯 这九个小黄灯不是别的 代表的正是九个职位等级 然而三维弹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根据任务提示 我们可以知道前期你只是一个太空学员 做一些太空飞行训练 但直到你升到二级少尉时 太空局势开始危机 你不断地接收到救援和抵御外星人威胁的任务 甚至还解救了一次宇宙灾难 然而 你以为你扮演的是一个宇宙英雄吗 但接下来发生的这一切 才真正的揭露了这个游戏的丑陋面